10万有你 20万也不是问题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 下午的3点04分 下跌106点 106点 说多是有点多 那用%算0.6% 其实也还好 可是今天 出现了狂风暴雨式的沙盘 你看早盘一度涨了67点 半个小时时间而已 变成下跌169点 短短半个小时时间 狂泄了236点 半个小时时间 236点 很多股票从开高到大跌 很多 肩卖压超级严重 成交量4892亿 又创今年单日最大的成交量 很多人生怕买不到股票 这两天拼命在抢 买股票没问题 不要去追高嘛 不要去追高嘛 昨天涨50点 昨天节目里面我就跟大家提醒过了 虽然指数又来到 今年的高点 可是36天周期要不然结束 这波的行情会像前面 四个五个这段同样 区间震荡36天 时间到才会再动 所以在第一时间 36天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了嘛 对不对 涨高的股票爱税利 果然急跌700点之后又拉了回头 那目前36天还没结束 所以我昨天讲了嘛 两日之内一定都抬了 昨天融资又大增 大家一点警觉性都没有 礼拜五融资大增58亿 两年来单日增加最多的一天 昨天融资又增加38亿 两天增加了九十几亿的融资 那今天虽然下跌一百多点而已 一百零六点而已 今天三十二三百二九家涨 一千两百九十七家跌 一千一百一百一百亿四家平盘 所以今天个股卖压很重 涨的股票只占18%而已 什么意思 不到两层的股票涨 其他都是跌的 其他都是跌的 所以你如果欧白增 很危险跌 你在乱追很危险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道琼小涨76点 道琼比较不上去 昨天拉达克涨0.9% 费城报道题涨了2.3% 这个对台北股市是有一些帮助 那昨天美国股市涨的焦点 昨天苹果股价又创历史新高 193.99美元 这也是讨论的话题 那昨天半导体的部分 Intel AMD NVIDIA 恩智浦 涨幅都在3% 另外昨天太阳能的部分 第一太阳能大涨8% 电动车的部分 FISC大涨11% 特斯拉昨天也创高 290美元 涨了3.3% 这是昨天美国股市 比较热的焦点 半导体 太阳能 电动车 昨天 NVIDIA股价又创这波新高 原本461美元 昨天已经来到480美元 两个月时间 涨幅涨了84% 那最近国内 大家在抢AI股 因为想到之前 NVIDIA老板 5月27号来台湾之后 刮起一阵 AI旋风 那昨天 AMD的老板 也来台湾了 大家期待能不能再 刮起一阵风 可是你看哦 辉达老板来台湾的时候 股价是飙涨了 可是AMD老板来台湾 AMD的股价是不涨的 你会发现到 两家公司 其实股价表现差很多 NVIDIA创新高480了 AMD掉下来 10块钱美元 已经走了 一个月 上不去了 所以两者是有差别的 当AMD的股价 涨不起来的时候 今天很多人 在追AI的股票 要税理啦 毕竟这些股票 涨幅都已经很大了 去那些多啊 在做一定要税理才可以 一定要小心才可以 弃股票不要去堆啊 危险啦 我们投资股票 是为了要赚钱 可是要考虑相对的风险嘛 风险太高 宁可放弃 找低风险 又具备高报酬的股票 这样才会哭哭哭哭哭啊 养成这样的习惯 我在选股上一律都从风险先考量 风险太高我就不要了 股票投资不是一朝一夕 我们是要咕咕短短短的 所以随时把风险考虑在第一位 才是长治久安的方法 半年报陆续再发布 每档个股要买之前 先算一下 它半年报有多少 如果价格太高了 那反而危险 只要是涨高的 半年报就算好 也容易形成利多出境 那如果半年报还不好 那就更惨了啊 便利空照顶 只有底部的好公司 才有好的补涨机会 你看我最近跟大家谈了博智 我就不再重复了 业绩掉了七十几% 股价在一百八十几块钱 会想几个 你就要去判断嘛 对不对 如果太高 那就不适宜再去追高嘛 你看大力光 财报一发布完之后 股价掉下来就回不去了 你如果事先就把 他的财报估算好 一算出来 半年报会落三几% 你就不敢买了 那不敢买了就是 就避开了 就不愿无缘无故 去受伤 但大力光中股票 也不是一般人在买的啦 我是举大力光为例子 每一支股票 现阶段要买之前 都先把半年报算清楚 你如果不会算来找我 林德彦在估财报 超级准的 在估财报是很准确 是很准的 从财报出发 去找 赚大钱 又安全的股票 股价涨跌都是炒出来的啦 一支股票如果没有人炒 就不会叮咚了嘛 对不对 可是炒作过程当中 难免会over 难免会过头嘛 当炒过头之后 早晚他会回来 他因为有价格嘛 所以你要有办法 去做价值的判断 每一家公司 他的营运状况 财务情形 跟未来的市场展望 他的股价合理性在多少 涨过头 早晚都要来 那你还追到高点的话 那你下来就很麻烦啦 那如果估出来 他的价格过低 他就会补涨 那你去投资他就安全 你如果一直都 从这个角度出发 那我相信你 长长久久下来 累积获利 你一定是比别人更好的 一定平常比较好 所以现阶段 从六月营收跟半年报 去找投资机会 底部的基优股 找不来找零和燕 找不到就来找零和燕 昨天特斯拉股价又创新高 我们来看特斯拉股价 昨天特斯拉股价 已经291美元了 这波从152美元 飙到昨天 291美元 涨幅已经90%了 300块也破 特斯拉就创历史新高了 破300就创历史新高了 可是电动车股票 很多都涨高了 你还对股价没效了 对不对 你看你追高 华福 两支停板 第二根停板 今天一开就跌停板 跑都跑不掉 想跑你都跑不掉 卖单5000多张 挂着要卖 没卖出去 对何苦来哉 你干嘛去追踪 涨那么高的股票 对不对 你去买这种 去这关的股票 要做啥 没肉了嘛 还有欠 底部的股票 才安全啊 电动车的部分 6月营收最后的 我跟大家分享过 在车用Mosfit 不管是蓬城 或者是 你看强貌 今天要创新高 落构就没去 6月营收创新高之后 就噴出去了 台半 发布比较晚 所以一直还供不出去 目前还在 真空地带里面震荡 可是这个后面 还是有机会在供的 这两天 今天最高103 昨天最高104 103 104 如果过关 也是有机会补涨的 但防守点要守好 这期我们已经来回 做几个变去 几次的报酬 加起来已经超过 50%以上了 那我现在也在赌啊 赌他有没有机会供出去 那停利点守好 我们这边95块没的 95块钱买 守好停损 不要说探勤 做好变了钱 那就没意义 做最坏的打算 守好停利点 对不对 最后我们不要了钱嘛 啊 穿出去 我们又可以大赚一波啦 是不是 所以尽量去找种底部的股票 还有 我真多的 没来找我 我带进我会带出 我们都是买底部的 30% 50%的获利 很容易达成 对 预期 那也是买底部的啊 120开始买的 6月你说发布 不够准 当天一开盘就 135就叫卖出了 所以我带你进 我都会带你出 带你资 我都会带你出 股票会选买 不选买 会买不会卖 那就白忙一场啊 你看底部买的多漂亮啊 虽然没有卖在最高点 可是发现不对的时候 第一时间卖出 至少也赚个15块钱嘛 对不对 那你舍不得卖 一回来又回到其当点 会白做工 就是白做工的啊 所以买底部 会让你操作上很安全 很安心 可是该卖的时候 一定要会卖 你看华行也是啊 我们都从底部开始做的 很多人在跟我的单子 我也无所谓 要带你就带啊 我又不是吝啬鬼 对不对 不会说不让你跟 买进也跟你分享 卖出也提醒你 很多人跟着都很开心啊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都没问题啊 对 可是该卖要会卖嘛 第42天到 我们华行 长龙行 全部都获利出清 不用考虑价格 都卖30% 没差那几个钱嘛 对不对 不差几毛钱嘛 那你如果舍不得卖 你看华行 我们284卖 今天剩下247 284跟247 差不多4块钱 差不多4块钱 20几块的股票 4块钱 就十几块要20%呢 长龙行 我们41块钱卖的 今天剩下36.6 36.6跟41 也差4块多的啊 也差十几%啊 对不对 所以会卖 不会卖很重要 股票该卖 就要卖 卖了之后 钱收回来 我们还有下次的机会 不要舍不得 电影惊死 东西惊背 这种矛盾心理 其实是不可取的 我长龙行 跟华行卖掉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要转进新的主流 网通股 这次网通股也是 会员也是很开心 你看我们从 和勤控到起机 到省准 都是从底部出发的 全市场第一个 做网通股的 就是零额宴 我们从网通 50几家公司里面 挑出最好的公司 全部都带不去 全部都带不去 我和勤控 六月十四 就开始在买了 我不是等到 拜登出来讲话 420亿美元 要建设 我才买 不是啦 市场都是 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看到行情飙了 才开始追了 我们是在消息 没出来前 两个礼拜 拜登讲话前 两个礼拜 我们就开始在买了 我们领先市场 两个礼拜 进场的 你看标的多凶啊 这样有凶吗 五十几% 六十%啊 对 六二八五起机 也真凶啊 今天卖要比较重 我今天一开盘之后 我就跟会员讲 今天开盘我就会员讲 九点四十分的时候 我就通知会员 往通谷间开高走地 全面转落 还有核勤控 还有起机的 全部出清 贪较多啊 转落了 该走要走 不要舍不得 你看九点四十分的时候 九点四十分的时候 核勤控 大概大概四块三 最半春六十二块 啊 那四十一块就开始挠了 四十二块就开始一直买了 对不对 也二十几块在的啊 六二八五起机 九点四十分的时候 大概在一百二十元 随便卖都无所谓 九十五块母的啊 一张贪两万几块的啊 对不对 买底部 当你决定要卖出的时候 你可以不用考虑价格 不用去斤斤计较 你看收盘一百一七 该买 要舍得卖 我唯一没有卖的就是 省准没有卖 因为省准价格还很低啊 那245块母的 省准价格还很低 涨幅相对落后 因为它数据发布比较晚 加上公司之前看得太保守 所以法人的动作比较慢 比较没有像这些 法人动作很早就进去了 六二八五起机 法人动作也是很积极 那省准 因为公司之前看得太保守 所以法人动作还不够大 那涨得少 好处就是 它会抗跌 抗跌后面还有补涨的机会 北比才11倍而已啊 其他网通股 北比都二三十倍了 最赚钱的省准 北比竟然只有11倍而已 所以这种股票 怕它不下来 有下来 其实都可以放心 都可以放心的买 那包含前两天上个礼拜 跟大家介绍的 上个礼拜跟大家介绍的 网通 成长王 波洛威 昨天涨停 今天又大涨 昨天涨停 今天又大涨 但今天波动比较大 从开高涨8% 一路收盘跌7% 你不要去堆这么高就好啊 对不对 我们上星期 资料就上你啊 上星期送你资料的时候 在这里啊 送完之后 标了两支停板啊 但这里还没结束啦 这不结束呢 今天虽然波动大了一点 今天是第几天 今天是第14天 什么意思 我来说啥 懂意思吗 今天14天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看过嘛 23天 22天 所以它最近一个波段 都在走22天 23天的时间 那这波上去到今天 是第14天嘛 第14天也就是说 大概还差个八九天时间 过来两个礼拜的时间嘛 所以后面两个礼拜的时间 今天涨幅过大 震荡幅度过大 可是未来两个礼拜 它会在高档震 所以今天你资料没买到的 也没关系啊 这两个礼拜 在震荡过程当中 扭起来 再来买 拉上来再来买 那如果先蹲下来 可以求 后面两个礼拜 再扭一半 要买尽量 从低点买 不要行情涨高之后 再去追 那就没意义啊 你看报告 上礼拜就三人了 对不对 七个十一 上礼拜就三人了 上礼拜一 上礼拜二 就开始送你们了 而且连续三天开放 让大家索取 你有足够的时间 从低点就进场了嘛 从半年报 去找投资机会 还有很多好标的 你看环球经 半年报创新高 应该会成长一倍 加上今年上看45块钱 我们买很低啊 我们买很低啊 市场应该只有 我在做环球经而已 我是不喜欢跟人家去抢 不喜欢跟人家去争啊 买的我们就对double开始 往往都是我底部买了一段时间之后 市场升温热了 大家才在疯狂抢 你如果这么厉害 double你就改买了 对 那么厉害早就改买了啊 不是涨高之后在 随着市场在追高 你看我们大家买的 我们大家买的 明天要除息 要配9块半 环球经是半年半年配 那公司也很大方 去年赚了35块钱 那配了20块钱 也不错啊 也是很舍得配 明天要除息间 几乎收在最高点 另外一档中美金 中美金我们也是买很低的啊 我们中美金昨天185出清了 环球经昨天是卖一半 因为有些人不想参加除息的 那不想参加除息 昨天先卖了 等除息后 我再找价格 再找低档给你们买 那中美金昨天出清 185 我们143 184就是买的啊 144买的 也是买在相对低点 那昨天185出清 也很漂亮啊 对这应该也是只有我在做啦 144就是143买的 涨185月份 今天是要185还是3 我买的股票 都没有人在做 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 我买的股票 未来都是大家强的标的 零儿院比市场领先半个月 甚至于一个月时间 开始投入 尤其代理禁都会代理出 你看这也是目前还没有人讲 我们已经赚了十几块钱了 中租 所有数据全部创高 6月营收次高 5月历史新高 第二季营收创新高 半年报创新高 去年获利创新高 全部收入都最赞的 价钱在上级 今年的上级 今年的最低点 我最爱撒中股票 你看上个礼拜7月6号 200控市200控市200控市 7月7号200控市 这样买的时候是不是上来了 上星期末的 是不是又没有那级店 我专门找这种赚大钱 价格还在底部的时候 就让会员开始进场卡位了 这样买你可以买得最放心 买得最安心 就好像你要搭车 车子停下来 你安心的上车 你不要车子快速前进 黑车 时速那么高在前进 你在跳车 就一下美 撞到粉身碎骨 都有可能对不对 那我们车子停下来 进场 车子开了 这个底部才刚要完成而已 半年报期间 撒中股票就对了 赚中股票就对了 这有来 都是好机会啦 你看上个礼拜跟大家谈的 蓝天 七个月底部 股价只有净值的一半不到 70.8%的净值 70.8%的净值 一半都有35% 对不对 33块32块 实质你费 没人就是公众股票啦 因为所有分析师 他们的分析 都使之为了要做生意而已 我今天说一句 我做生意吗 我今天说一句 会不会吸引投资人来参加会员 所以所有老师在喊股票 几乎都是以做生意为出发点 没有人向林田宴章 以会员投资的角度 来做考量的 所以你看我的股票都跟不一样 环球金 中美金 对 蓝天 之前我在买双红的时候也没人讲啊 我在买伺服器的时候也没人讲啊 双红 金像电 博制 我们都离家三个就开始没了 当时都没有人讲啊 后来伺服器一热之后 现在大家都疯狂在追啊 都只是为了要做生意而已啊 你如果以真正投资的角度出发 那应该是像我一样嘛 对不对 在第一档就应该要布局了嘛 不是涨高之后才疯狂 带会员去冲锋陷阵嘛 那到最后真的是会陷阵啊 真的是会牺牲啊 这样就不好了嘛 对不对 那蓝天也没人讲啊 因为这种股票做不到生意啊 可是会员会赚大钱啊 会员会赚大钱啊 我赚大钱吗 你们自己看 我赚大钱吗 你含息 把息算进去 你把息算进去 把息算进去 你看 埋在这里的啊 昨天大涨5% 今天冲到快涨停板啊 今天冲到插一跳涨停啊 那这种股票很安全 这种股票很安全 这种股票很安全 坚持在35.95 净值70.8 很多这样具备投资机会的股票 买来都狂标嘛 你看神达嘛 是呀 净值48股价29 我在这里讲的啊 对 3673TPK净值90 股价只有30 后面是什么大标 5469汉宇博德 净值50 股价只有28 后面是什么大标 6605地宝也是啊 地宝净值100 股价只有在70几 后面是什么标到百里去 这个就是价值的投资嘛 2362蓝天也是啊 可是没有老师会讲这种东西 因为讲这种东西 受不到会员嘛 他们讲任何一支股票 都为了我说这支 人们参加会完毫 都是这样的行为嘛 我不管那些嘛 我管会员能不能安全赚到钱嘛 所以我挑的股票 都是从安全出发 让会员能够安安心心的进场 放心的抱住 开心的获利嘛 这我们买的股票都是没人买的 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 大家都在抢我的股票 你看这是网通 我们6月中就开始买了 跟7月份 拜登要做基础建设 大家开始偶偶一路在喊网通 万文两星期 那他们喊网通是因为怎么样 网通股热拉 讲网通能够收会员啊 那我们6月10几号就爱买 我们是站在会员的立场 贾Q是热的 可是当时没有人要啊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想法不同 带会员的方式不同 我的方法就是如何让会员安全的进场 从底部出发 做到生意做不到生意 另外一回事 你长长久久看我的节目 你发现这才是正确的方式 你自然就会来找我 早晚我们就一定会合作 对不对 你看蓝天 我讲的时候 谁在说蓝天 全市场跟我在说蓝天而已 我们32块33块 今天最高三九块 7块钱就多少 两成去了 这个还便宜啊 净值高达70.8 上线国贸 你放什么做都不用怕 我挑的股票都既安全 又会赚大钱的个股 你看蓝天 32块33块 我们就一直没在了 今天起了39块去 各位都知道啊 长龙阳明 除完息之后飙两天 有些人讲了之后 看到一息火又不讲了 没有人讲股票 并不代表他不好 你看我阳明除息后 53块54块 最后卖的最高点啊 大家在讲阳明 大家在讲长龙的时候 我们就急不住啊 第一天涨停 第二天开高我就卖了 五三块五四块 卖完之后 狂蟹 掉很快 我就在带人落下了 上礼拜44块钱 又买回来 会人都知道啊 44块买回来 今天阳明 47块啊 今天阳明 47块4啊 他还贪三块钱 44块的股票三块钱 是多少 6% 6% 应该是7% 7% 3块是7% 这样好不好 很好啊 上个礼拜买的啊 上礼拜 上礼拜买的啊 44块买的啊 今天47块是7% 3天7% 3天7% 还不错 不错啊 人会买买买 其他还是买买啦 因为买阳明 我就做生理啦 对不对 你说啊 我带会买阳明 谁理你啊 因为大家现在都封AI嘛 你讲AI 人家可能会有兴趣 你讲阳明 我还要插力啦 可是这是最安全的股票 甚至于有机会 补涨赚大钱的股票 每股净值 79块 长龙每股净值 191块 最近国际的海运股 开始在走 运费一直在调涨 亚洲的海运股 欧洲海运股 都在走着的 这就是趋势 在国际趋势已经成形 台湾这边还在酝酿 无人在注意的时候 我们就要买来等了嘛 不信你等着看嘛 未来几天电子股的钱 如果跑出来 跑到航运股去 还连表两天啊 全部老师也会开始划 都是这样啊 都只是为了做生意而已啊 有站在会员投资的角度 考虑一样吗 只有我而已啊 讲那么多没有用啦 你听得懂听不懂 你能不能接受 你接受我的想法 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合作 那你如果觉得 台湾另外对官 对共资国比较爽 你就去爽啊 我没意见啊 反正股票投资 你要有自己赚钱的一个方法 你如果有自己的方法 就依照你的方法去做嘛 那我的方法就很简单啊 我只买底部赚大钱的股票 我不会随市场 疯狂在追高追强势股 我不来那一套 我考量是 如何带会员 咕咕等等等下起研 一直投资下去 所以我们买的股票 都是很安全的 而且未来都会赚大钱的 半年报陆续在发布中 从半年报出发 去找底部的股票 我还有名单 价格来我就会进场 利用现在一季的费用 赚一整年的活动 认同我们 我的观念 我的做法的 我们一起来合作 赚钱三部曲 记得按赞 给我打气 鼓励 同时订阅 跟上我们赢家脚步 我们的福山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已忘记绩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且一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借鉴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